你好,欢迎你,看一下这个问题啊,他说是啊,小明和小东一起完成一项工作需要三小时,小明和小强一起完成这项工作需要四小时,小东和小强一起完成这项工作需要六小时,他问啊,三个人一起完成这项工作要多长时间? 我在这里暂停一下,等几秒钟,您可以暂停视频,想一想这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咋一看啊,看这里有小明和小东,然后有小明和小强,然后有小东和小强 这里面呢,小明出现两次,小强出现两次,小东也是出现两次 再一看,好像是把这个3加4再加6等于13,然后13除以2等于6.5 再一看,好像答案是三个人一起完成这项工作就需要6.5个小时,但这种想法不对 看他的第一个解法啊,他说是工作量为1,然后小明独立完成工作需要X小时,小东独立完成工作需要Y小时,小强独立完成工作需要Z小时 那小明独立完成工作需要X小时,那他一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就是X分之一了,就是拿工作量除以他完成这个工作需要的小时数就会得到他每小时能完成的工作量 他每小时能完成的工作量就是X分之一 类似的,类似的,小东一个小时能完成的工作量就是Y分之一 小强一个小时能完成的工作量就是Z分之一 然后他这里说啊,小明和小东一起完成一项工作需要三小时 那三小时啊,小明完成的工作量啊 就是3在乘上小明一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 小明一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是X分之一 那3乘上X分之一啊,就是X分之三 这个X分之三啊,就是小明三个小时能完成的工作量 类似的,这个Y分之三啊,就是小东三个小时能完成的工作量 他们俩一起啊,用三个小时完成这项工作了 也就是说,小明三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 加上 小东三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 就等于总工作量一 那类似啊 这个小明四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 加上 小强四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 也等于总工作量一 最后 小东六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 加上 小强六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 就等于总工作量一 然后啊 把这第一个式子啊,两边除以三啊 就会得到 X分之一加Y分之一等于三分之一 这个什么意思啊 这个就说明啊 小明一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 加上 小东一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 等于三分之一 就是两个人啊 一个小时 能完成三分之一的工作量 类似的 把这个第二个式子啊,两边除以四 最后得到 得到这么个式子 在最后呢,把 第三个方程两边除以六 最后得到这个式子 然后把这四五六啊 加到一起 两边加到一起 然后再除以二 最后就会得到X分之一 加Y分之一 加Z分之一等于八分之三 这个什么意思啊 这里的X分之一啊 就是小明一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 Y分之一就是小东一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 Z分之一就是小强一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 他们加到一起啊 就是三个人一起工作的时候 一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 那等于八分之三 就是说三个人啊 一个小时能完成的工作量是八分之三 那用总工作量除以八分之三啊 就会得到三个人完成这项工作需要的小时数 那最后是二有三分之二 也就是二有三分之二个小时 这是第一种解法 然后再看他这第二种解法 他还是设工作量为一 这个时候啊 设小明一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是X 小东一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是Y 小强一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是Z 那看这里啊 他说是小明和小东一起完成一项工作需要三小时 小明一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是X 那三小时他完成的工作量就是3X 小东一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是Y 那三个小时他能完成的工作量就是3Y 那小明和小东啊 用三个小时一起完成的这项工作 那就是把小明三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加上小东三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就等于1 就等于总工作量1 类似的小明四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加上小强四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就等于总工作量1 最后小东六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 最后小东六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加上小强六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也等于1 那就得到这三个方程了 类似的把这个方程1啊 两边除以3就会得到X加Y等于3分之1 然后把这个第二个方程两边除以4就会得到X加Z等于4分之1 类似的能得到Y加Z等于6分之1 然后把这456啊 向加然后除以2最后就会得到X加Y加Z等于8分之3 这个X加Y加Z是什么意思啊 X是小明一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 Y是小东一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 Z是小强一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 那他们加到一起啊 就是三个人一起工作的时候 一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 三个人一起工作的时候 一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是8分之3 他们一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是8分之3 那他们要完成这项工作啊 需要的小时数啊 就用总工作量除以他们一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 就会得到他们完成这项工作需要的时间 二有三分之二 和这第一个一样 最后会得到这个时间二有三分之二 你看这个第二个解法和第一个解法 其实很像 只是第一个解法 它是设小明独立完成工作需要的小时数 第二个解法呢 它是设小明一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是多少 一个是完成工作需要的小时数 一个是一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是多少 这两个的区别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再看它第三个解法 它说是 找出这三个数的最小功倍数 三四六 这三个数的最小功倍数 这三个数的最小功倍数 这三个数的最小功倍数是12 它这里还是设工作量为1 然后它这是小明12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是X 小冬12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是Y 小强12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是Z 然后这里说的是小明和小冬一起完成这项工作需要三小时 完成这项工作需要三小时 也就是说它完成一个工作量需要三小时 那12个小时它能完成多少工作量 12个小时它就能完成四个工作量 那小明12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 加上小冬12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 加到一起呢 就等于四个工作量 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啊 12个小时一起可以完成四个工作量 然后再看这第二个 第二个是小明和小强一起完成这项工作需要四小时 它就是四小时完成一个工作量 那它12个小时呢 能完成多少工作量 12个小时应该是完成三个工作量 那把小明12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 加上小强12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 最后就会等于三个工作量 最后小冬和小强一起完成这项工作需要六小时 那它6个小时能完成一个工作量 那他6个小时能完成一个工作量 12个小时能完成两个工作量 那把小冬12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 加上小强12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 就会等于工作量2 就是两个人12个小时一共完成的工作量 可以完成两个工作量 类似的把上面这三个方程加到一起 然后除以2最后就会得到X加Y加Z等于二分之9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就是说三个人一起工作 12个小时能完成的工作量是二分之9 它12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是二分之9 那拿12再除以二分之9 就是它完成一个工作量需要的时间 最后也是二有三分之二 就说到这里 感谢观看这个视频啊 谢谢